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1号的台股在前线 那今天是礼拜六 我相信有一些投资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 因为这个美中贸易谈判 它并没有新一轮进展的一个关系 再加上两方其实好像都没有要释出善意的意思 所以在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 它都是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走势 那虽然说我们以市场最关注的 道琼工业指数 最终下跌的幅度0.59%来看 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幅度 但实际上跟台湾的科技股最相关的 它反而不是道琼工业指数 而是来自于费城半导体的部分 在昨天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修正幅度 是1.83% 因此今天早上 实际上就有很多投资朋友在问向老师说 那费城半导体这样的一个走法 会不会对于礼拜一台北股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我应该这样子讲 影响是一定会有影响 毕竟你看到台积电的ADR它都跌了2.29% 但是我是觉得说 大家不需要太过过度恐慌 你只要知道 你到底应该要观察哪一些重点的个股 那这些个股怎么样去做表现 它是属于强势或者是弱势 你只要知道这些重点 我觉得你对于礼拜一的行情就不需要太过过度恐慌 因此稍后呢 我会针对一些指标性的个股 先来跟大家做分析 因此今天在台股的部分呢 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来做一个赘述 我只简单讲两个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在于 昨天礼拜五的行情 你光看这个所谓分时走势图 你就会知道说 它是一个非常平淡无奇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昨天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 是来自于尾盘的时候 它爆出了400亿的大量 把整个成交量带到1445亿元的大量 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我相信大概也已经有人知道 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跟这个负实指数 河边的一些这个ETF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是台湾50 例如说像是中型100 这个都是我们跟那个负实 英国的负实指数 河边的这样子一个ETF 它在每个季度 每个季度就是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的最后一个月 也就是三六九十二 的第三个礼拜 这个时间点好像很复杂 简单讲 就是9月20号 然后它会去做成分股的调整 因此成分股调整 它会带动一些被动式基金的一个调整 好所以就知道说 为什么在最后一盘的时候 它会爆出400亿元成交的一个大量 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夏老师的节目 当然不单纯只是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爆出大量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我想我们今天也顺带交给大家 这个可能是你在12月份 你可以帮自己赚一个小小价差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那未来每一次的一个成分股调整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做观察 怎么说呢 以这一次台湾50的一个成分股 它的一个调整的调整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他们把这个友达 2409的友达把它踢出去 然后呢纳入了哪一家公司 纳入了这个2888的星光金 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帮自己赚一个小小的价差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星光金的一个股价 那基本上我要先讲 这个成分股的调整 他都不是在昨天应该说不是在礼拜四去做的调整 他都是选择在这个9月初 或者应该是9月5号左右 他就会去公布这个成分股调整的结果 好所以你看 比如说9月5号在这个地方 你看当时股价在哪里 当时股价在9.34 后来成分股调整之后 因为大家知道说被动式基金会做进场 虽然你看到 礼拜五的那一天 外资是呈现大幅度的调节 但在此之前都会有一个买盘向上做推升 这个有点类似那个MSCI成分股的调整 那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只要调整之后 然后那个权重调升最多的 到那个月的月底 它的股价都能够呈现上涨 我举例来讲 例如说8月份当时调整的那个 权重最多的是4958的真顶 所以你从8月8号 应该从这一天吧 它开始去做调整 然后告诉你说真顶的权重调整最大 然后你看 它股价当时是在106块 然后最高到126 到即便说8月底的时候 它股价大概都还有116块 这个就是成分股调整的时候 大家多多少少可以去做一点价差式的操作 当然不代表说它后面纳入成分股 它的股价就会一路向上去做大涨 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 大家可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应对 这是我第一个 我要跟大家所谈到有关于台北股市的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则是来自于指数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 礼拜一应该是会有先呈现开低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觉得即便开低大家也不需要太过紧张 第一个我们从整体的台子期的盘后来看的话 大概是下跌40点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下跌幅度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则是来自于说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就有跟大家谈到 我说你现阶段这一个所谓的KD指标来到一个相对高档 你是一定要去做修正 那差别就在于你怎么样去做修正 那至少从上个礼拜台子期结算完之后 你看礼拜三涨几点 礼拜四跌几点 礼拜四跌34点 然后礼拜五涨34点 它其实控盘控的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所以礼拜一级变指数前线下跌 我认为那个跌点它其实也不会太大 那重点还是摆在这个所谓技术指标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所以过去这几天我在节目里面我有跟大家谈到 包括KD指标 你在这个礼拜四 因为现在已经是已经是进入到下一周了 反正就在这个礼拜四 它会进入到一个高档 简单讲就是低点会大幅度往上扣 那这个时间点当中 它的指标会修正的速度会稍微比较快一点 那只要修正整理一段时间 它不一定要回到20以下的位置 它就有机会再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这是我们在昨天也跟 应该说礼拜四也跟大家谈到的 月线跟季线的一个红音交叉 好 不论说你是用20天的 20天60天的一个均线也好 或者是你是跟夏老师一样 用2265 这个是以前的比较老派的数据 但我觉得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大概要稍微算一下时间 它会什么时间点出现黄音交叉 那因为现阶段每天大概都能够拉十几点到20点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0678跟10701 它大概差了22点 所以正常的状况之下 应该礼拜二它就会出现黄音交叉 那如果明天指数呈现压低 或者是礼拜一礼拜二都做回答 它会稍后稍微延一点时间嘛 所以我之前我有跟大家谈到就是最晚 因为最晚你礼拜三会扣到这里 这个你即便 除非你指数长黑黑 要不然你很难出现说 去扭转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想未来的 礼拜一礼拜二 乃至于到礼拜三 大家就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指数有可能会出现整理 但是它整体的多方格局没有去做改变 那既然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我想我们也跟大家谈过 你必须要把握包括了强势股的拉回步涨 然后已经包括了已经拉回过 然后股价在发动公式的个股 这个部分才会是你布局的一个重点跟重心 那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因此接下来呢 我想再讲这个费城半导体下跌造成的影响之前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 原则上算说那个行情是偏向多方架构 没有做改变 但有一些个股的走势上面 它可能会出现分歧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 有一些个股的一个操作 你该出场的 你如果想你如果报了一段时间 那你想要问说 那老师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再继续报下去 那前提是这两个股 它必须要往上攻击的空间嘛 所以如果说你那些个股 你不太清楚说 你到底该做续报 还是该做调整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 最前线Lite的好友家族 来跟夏老师来做一个询问 夏老师会给你一些意见 那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LiteID 小鼠NA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夏老师台股 最前线Lite好友家族里面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 或者是不会使用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 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那这两个方式就提供给大家 多加来做应用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来谈一下 到底昨天 费城半导体跌了1.83%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要看的重点是 那到底是跌哪一些股票 好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 现阶段的 费城半导体 到底还有哪一些个股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三十党的成分股 然后他们是以价格加权 这个我应该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他有三十党的成分股 然后他一段时间当中 他也会去做调整 然后他们是以价格最高的股票 对于这个指数的影响是最大的 好但我问如何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 几乎大部分都下跌 但是我觉得其中比较特殊的在哪里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在于 最近国内的PEA不是很强吗 从8086的宏杰科 乃至于到245的全新 然后到3105的文贸 然后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6451的迅心 这个股价其实都有往上涨 对不对 那好处在哪里 好处在于你看到这两家公司 叫做Skywalls 然后下面这一家叫做Quobo 分别涨了0.61%跟1.05% 你说幅度上面有没有很大 没有 但至少他是万绿从中一点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事情 这告诉你说 如果你现阶段手上持有PA个股的投资朋友 礼拜一 你不要急着跟人家去做杀地的动作 你要稍微看一下整个股价 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那种比较大的卖压 所以简单来讲 我稍微看了一下筹码 我今天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讲 就简单讲就是说 这三档个股 他们的筹码 其实都没有出现 所谓松动这样子一个迹象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加上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Skywalls也好 Quobo也好 他的股价其实都是呈现上涨的状况之下 我是认为说这些个股 他都还是维持在一个多方的架构里面 那只是305的文贸的部分 因为当时我们讲的时候是274 然后后来股价最高攻到296块 那当时因为法人给的目标价 大概普遍来讲都是300块钱附近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股价短线上面比较容易进入整理 如果你要做操作的话 我想还是把握住那个原则 有拉回再去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那拉回到哪里 这个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谈过成本 就是如果以投信在宏杰克成本的话 其实都在大概在80块钱上下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现金都要等到他回到80很难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去追股价 你会有风险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多看 除非他的筹码有出现转变 那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谈 那文贸的部分也是一样 外资买销成本大概都要270 然后全新 当然我知道股价已经供到快120块了 但现阶段 你这个时候就不是看外资成本 这是要看技术面 这个颈线的位置 他突破之后 有做回测 我觉得那个应该会是你 比较好切入的时间点 如果老师如果都没有回答怎么办 没有回答就算了 你不一定要去做追价 你可以进一步往下去做延伸 包括我在9月18号 当时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6451的讯息 对不对 你既然PA好 你PA的系统级封装 他就不会不好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 所以他后续股价 你看他在礼拜五 他股价其实有先出现回答 对不对 离我们当时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颈线位置 他其实也没有差很远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去找那个价格回测到 比较接近成本的一个位置 那些个股来做一个操作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族群 我刚刚讲到嘛 就是以费城半导体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PA族群像 算是相对来讲没有受到影响的 那到底礼拜五到底跌了什么样族群 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跌幅最大的叫赛林斯 他跌百分之六点八二 然后恩智浦跌百分之三点二九 然后 Marvel这个是一个 一样是IC设计公司 他跌百分之三 大家可能不知道了 然后NVIDIA 这应该都知道了嘛 辉达嘛 跌百分之二点四 高通跌百分之二二九 台银电ADR跌百分之二二二九 然后下面都一排就不多念了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除了这一家公司叫金元代工之外 上面普遍来讲 当然NVIDIA他不是那么蠢 但是普遍来讲这些公司叫什么 叫做IC设计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因为礼拜五的时候 应该说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IC设计股表现是很强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要开始 简单讲就是你要去考虑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获利把党 因为他股价会不会受到影响 不确定 但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时候 你就要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指标性个股要看什么 指标性个股看一档个股 叫做2454联发科 好那联发科的部分呢 当然这个股票我过去讲过 他从股价从大概300块钱附近告诉你 然后股价上来之后 我们做了获利了解 后面我承认 我后面我就没有再进一步往上报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最近9月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是外资有没有继续买 有啊 整个9月份外资大概买了8000多张吧 但是股价也没有大幅度走高 他9月2号这天是370块钱吧 然后到现在是386块半 对啦 大概涨了16块钱左右 但是以党将近400块钱的股票来讲 这个波动的幅度 他明显缩小了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 外资有没有买 外资有买 但他的股价波动程度 他是缩小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先讲 我不是说这两个股 他一定会跌 但是你IC设计 能不能够像礼拜四礼拜五 表现那么整齐 联发科 他很重要 所以你要观察的是这一档个股 他股价怎么样去做表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从9月份开始 到底是哪一些外资 因为这个是 你看这两个股其实外资 这两个股是 到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是持有99万张 他当然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去买的 那其实下面有很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你在9月份买的 因为你距离成本比较近 所以这一些外资 他有没有那个调节的压力存在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要去做观察的 好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9月1号到现在为止 到9月20号为止 到底联发科是哪一些券商买的最多 那其中 我们先来看 买最多的我们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买最多的就好了 卖最多的先不用看 好买最多的是美林总公司 好那美林总公司 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对于联发科的动作 基本上是一致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在9月份曾经上调过联发科的平等 他的平等目标价给到450块 那不用讲 当然是优于大盘或者是买进 好但 所以他买了4500张 就是简单讲就是说 他上调到450 他有没有买 有买 所以他言行是一致的 但是有没有言行不一致的 有啊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以这个卖的比较多的 国内的我不谈 因为国内的 对就有很多同业 我就不想讲 好那 你看像台湾摩根斯坦利 台湾摩根斯坦利在9月份 有没有上调过联发科目标价 有 调到多少 449 大家选择站在卖方 好所以 当然不是说 美林比较准 或者是摩根斯坦利比较准 而是在于说这个时间点里面 他们的成本 你看 这也是买375 大概是卖在376块 然后同时间 美林的部分 他买了 至少总数是4510张 他一共买了1万张 他是买在377.55 所以你就知道重点 重点就是 现阶段的价格 所以我才会讲说 有一些个股 不要去做追加 原因是因为 现阶段价格跟外资的成本 他不是属于那种 你要说接近也算接近 但是等于是他有空间 可以去做调整 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这档个股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关注的重点是 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说 大概都在377 375块这样的价格 这个价格368 86块半 礼拜一至少看起来是安全 如果他如果直接回来测这个位置 我说真的 你就应该要担心 但是他会不会花两三天的时间 来测这个位置 你要去 你要去稍微想这个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 那原本买超的 美玲 在礼拜一会不会翻脸 那这个就要探礼拜一整个 整个筹码的表现 这个叫盘后才知道了 但至少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 礼拜四礼拜五 整个IC设计表现非常亮眼 但是这个时候追价上面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我觉得要追价的一个重点 可能还是要拉回来到 我们在礼拜四 就是礼拜四的节目里面 当时有跟大家谈到的 就是他股价回挡过一波 然后这个时候投信在转买的 比如说3661的世新 那世新的部分 你看到我们在礼拜四跟大家谈 然后礼拜五他的股价 又进一步再涨了百分之八 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以IC设计最强的 我们不去讲那个什么 阳智啊 什么旺久啊 那个十几块 那个其实就是筹码战 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看这种股票 不是这是联亚 对不起 阳智的部分 阳智的部分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亏钱吧 然后股价涨停板 你说这有什么基本面的利基 我说真的你问我我不知道啊 他这个就是 就是怎么说 就是IC设计在当日的时候 有一些主力他会去推 这种所谓的中小型的IC设计股 因为感觉有利基点嘛 包括6263的6233的旺久 你说旺久有什么利基点 他上半年赚了0.02 不好讲啊 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爆发性 这个比较属于主力所筹码的股票 那要不要做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要去 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其实你看 你看这个股票他也是 他其实你看像4968的利基啊 为什么没有没有跑出来 只有68的利基 他这个其实也是属于那个投信 结过账 你看 所以我说讲 你现在要找这种的会比较强啊 就是会比较安全啊 或许大家可能讲说 老师他利基 利基世新的也是有主力炒的啊 没有错 每一档股票都有啦 问题是说 他至少他有法人的持股在里面 相对来讲比较不会出现那种 连续跌停板打回来那种现象 应该是这样讲 你说 你说做这种就一定会赚吗 也不一定啦 但是至少你在筹码上面 你会比较安定一点 所以你看这个股票是不是一样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投信做账 然后结账 最近又买回来 对不对 现在就是走这种概念嘛 还包括一档个股 虽然说他不是IC设计 但是我觉得 大家也可以观察的是三三二四的双红 对我对于散热模组这个领域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他我认为他股价有点过头啦 但实际上筹码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说 就是说当他们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想说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嘛 所以你看这里买 这里结 最近买 那会不会延续不知道 但是今天他出现 对不起 礼拜五出现这样子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看看 虽然我认为他的基本面还是有 有超涨的嫌疑啊 但如果你只是要做短线的话 你是要跟着这个走 他比较不容易出现结账 这个东西就提供给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你说废犯除了 除了IC设计跟PA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 还有一个族群是记忆体啊 但是记忆体看起来好像影响不是太大 大家最近大家有看到 南亚科嘛 这股价其实慢慢在 慢慢在走强 那我觉得这个反映的是 产业低档 因为现在大家讲说 第四季的报价会直稳 那跌是跌啦 简单讲就是 这个报价会不会继续跌 会 但是他的那个趋势 简单就是 那是什么 就是那个危机分取 那个斜率有没有 就是那个斜率是越来越贫的 就是他本来可能 可能从 可能前几个月都 比如说跌30% 然后跌到 跌到20% 然后跌到15% 类似这样 然后最近可能都只有跌 跌到18%之后 可能就跌9% 8% 他那个跌的幅度越来越小 他没有那种雪峰式下跌的时候 这个对于记忆体的公司来讲 我觉得会是 会是相对而言比较利多的地方 好 那废半的部分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 我在谈一档个股 因为 很多人 所以我讲了嘛 我有告诉你嘛 我说 这种股票 你要等拉 所以我一时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是我礼拜四讲的股票嘛 然后礼拜五股价冲上去创新高 结果开高头一掉下来 那 所以我讲了 我有告诉你啊 我说 现阶段做股票很重要的重点是 你要等强势股的拉回 你绝对不是去做追价 因为来到1万1 大家都会想说冲上去 他们就要冲掉 所以你说 这是不是这档个股的问题 不是啊 是所有现阶段盘面的问题 都是如此 所以我才告诉你说 你要 你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要小心嘛 或者说你跟着我们做嘛 那你如果去 一路去追的话 它就很容易出现 你买在这里 然后股价掉下来 那 如果你要单纯 就筹码角度来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很简单 就隔日冲啊 对不对 重重就是你看 我们来看20号卖超的公司 然后 他们前一天又做什么动作 这是摩根大通嘛 这里买这里出 摩根士丹利 大买小出 瑞士信贷 大买小出 所以 有没有出 有 但他没有全部出嘛 所以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他就告诉你说 他们不急着一路往上推 那只要有高点就出一点 但他不会全部卖掉 这个股价会慢慢变高 所以 你在操作过程当中 你应该等什么 你应该要等回测的买点 不是一路追股票 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 你如果是这个时候上来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如果以加全股价指数 位阶来看 你如果在这里买股票 你就追吧 因为他有空间 但是你来到这里追 在这里追 不是说没有空间 是他要过这个位置 他要花一点时间 那简单讲就是 短线上面 上面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操作策略 跟这也 如果这也是A 这也是B的话 这两个地方的操作策略 是不一样的 你在相对低 你可以追股票 可以追那个强势大涨的 因为他会在涨 但是你在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够追那种强势大涨的 因为他攻上去之后 他很容易掉下来 那你说老师还是有那种连续 连续涨停板的 对啊 你就不要踩到一档 对不对 我就说有些股票 他连续涨连续追 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重点是不要踩到 对不对 大概大致上的概念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我再来举例 就是有一些强势股拉回的股票 例如说像什么 例如说像3406 好那这档个股 他他很特殊 我要先讲 他只能用特殊这个形容词 他在那个礼拜五的时候 他公布了 一个重大讯息 这是公开资讯关切站 好 他公布什么呢 他公布说8月20号 所以我没乱讲 下午3点半 他公布什么 他说因为交易所说你最近股价 股价达到注意的标准 所以你必须要公布你的财报 让投资人知道 然后他就公布了他8月份的获利 在这里4.77 他最近一个季度 就是4月份到6月份 第二季 他的获利是2.16 好所以你说这档子的财报好不好 这样子财报超好 对不对 这样的财报超好 但是呢 这两个股之所以 难处理的地方在哪 你记不记得我在这一天节目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 他那天公布营收 下午公布营收 然后创历史新高 18亿 结果隔天怎么走 隔天连高盘都没有开出 他就这样我给他掉 那最近 应该说在4月18号的时候 应该说4月17号晚上 他公布说他要那个现金增值350 然后结果隔天股价不跌反涨 我就讲了嘛 试出 试出意外必有妖 就是你跟 你跟正常会出现状况不一样 他一定是有他奇怪的地方 所以当时我讲了两个嘛 一个是 大股东觉得350块很便宜 那另外一个是 那个 大摩小摩 就是买超的几家外资 从8月28号以来 买超几家外资 他们成本大概就是424-425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收这个价格 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为什么最近期他都没有脱离在420块钱的范围里面 因为那个是外资的成本啊 他们又要给你杀啦 但是冲上去 你要先看礼拜一怎么开 我不敢保证 我不敢讲说他一定会大涨 因为有潜力在这里嘛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当股价如果开到450以上 那你就不要追了 因为450 这个是 你外资再怎么买最高在这里嘛 所以当你这个地方感觉 从原本 比如说你如果当初成本是在420几块 拉到接近460 赚了一成嘛 现在股价打下来 再弹回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出 外资也是人啊 外资也是人啊 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450块钱附近嘛 看到450以上 你有的你就多少出一点 你没有的你就不用缴获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另外你说 强势股拉回 比如说什么 5264凯胜 这个我讲了嘛 可乘的上涨 带动凯胜的上涨 然后结果带动到什么 带动到9月18号 我当时跟大家讲的 2354的红准 所以你看 那时候我讲的时候 是648对不对 股价有没有大涨 没有大涨 656 但是那天高点有冲上去嘛 所以现阶段的格局 就走这样的格局 就是 就是我是走一个落后股价 所以可乘上去 凯胜上去 红准上去 我觉得这三档个股 它就是轮动 也没有说 谁一定会涨得比较凶 谁会跌的 谁可能都没有涨到 不会 只是看什么时候 轮到谁而已 那当然 如果你就转机性来讲 因为凯胜是亏钱的公司嘛 你说老师亏钱还叫我买 对那他爸爸是华硕啊 所以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大事 至少 至少 这几年应该不至于啊 对不对 你都以前有那种 你看像 像以前大家可能讲 那个华英的大同啊 但大同一直 一直都 可能对 几十 二十年前 他可能是一家好公司的 但是我入行这几年 这十几二十年 大同一直都是 都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至少现在华硕是好公司嘛 至少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需要有 太多的担心 好 那红准是这样 那另外 我在礼拜四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谈一个主题 叫游戏股 对不对 游戏股的部分 基本面我不多花时间讲 因为今天礼拜六 大家就比较轻松来看 但简单讲就是 你看 你说老师要传奇打回来 网龙也没涨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礼拜五的游戏股很强 没有注意到 因为大家都看自己手上的股票 我那个没有量的都不谈 你看下跌有量都在我们 我们讲这两家 那大宇之涨5% Oh my god涨9% 然后 为什么要有红准 红准不是的 育权涨停 育权涨停板 Oh my god涨停板 有两支涨停板 这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就是 个股走轮动的格局 所以有一些股票走一走 他就会休息 但是资金有没有跑掉 没有啊 就是 你看我这个股价跌下来 对不对 有没有整个族群都下来 没有嘛 那 事出反强必有妖 这我刚刚讲过 就是 这个时候是游戏股的忘记吗 其实不是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 你说那我可不可以什么都做 因为其实 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但是他股价在跌嘛 你就 至少等他走稳再说吧 那 基本面的部分我不多谈 简单讲就是 这个时候打回来到 原本法人的成本 然后 网融的部分 他其实也是 当然他没有办法在 不太容易在看到那个法人的成本 但实际上你看到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他股价有做回撤 那回撤之后 是不是那种连续攻 不敢讲 但是 要大幅度回撤的机会 应该就不是太大 所以我是要提醒各位重点 就是说 帮大家做一点总结 第一个 礼拜一台北股市 比较容易跌 但这个跌不是坏事 你要先有心理准备 你不要到时候跌下来 你就 我很拱点到 我就把股票卖掉 你要看什么股票 那 他就是 他费半就跌了 这应该不用讲什么原因 他本来就比较容易回来 现在 现在我觉得是好事 就是 假设 礼拜一跌40点 礼拜二涨40点 他就继续混在这里 对不对 那就让他慢慢下来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坏事 就是我们讲过了 回档有两种 震荡整理 快速回撤 你是希望看到快速回撤 还是要看到震荡整理 你现在如果手上空手 你会希望看到快速回撤 但是你如果不是 你希望他震荡整理 那我相信应该是后者的人比较多 那震荡整理的行情就是两个 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讲的 包括强势股拉回 它是要强势股 然后当那时候做拉回 或者说是整个族群带上去 包括PA 包括机壳 包括游戏股 然后所造成的补涨的效果 那你去做那个补涨的股票 当然这个不是正统 因为正统应该追最强的 但是现阶段的市场的状况 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这是必然的现象 要不然就是已经拉回过了 投信结完账的 然后这个时候再买回来的 例如说 这个礼拜的四星 礼拜五的立基 双红是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开始有这样子的现象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开始去做留意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如果说你在持股上面有任何问题 希望谢老师能够帮你做解答 你可以加入 谢老师台股正前线Light的好友家族 加入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LightD小鼠 NE2953i 或者是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 谢老师台股正前线Light的家族里面 那如果你有什么个股 想要问谢老师意见的话 你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当然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也欢迎大家透过这个所谓 Light的好友家族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一个询问 那如果说你不会去使用这些的话 我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那以上就是今天9月21号的台股最前线